29岁的日本女护士,坐标东京,上乡亲节目,要求对象年薪一千万日元,折合成人民币60万。 节目里说在东京诞生的年薪一千万日元,以上的只有5%,这引起了观众吐槽,喷干女子看不清现实,找不到符合朝鲜的男人,来看看国内网友的评论部分,反而觉得很正常。 你觉得这个要求过分吗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